1stage object detection 接下來的講解是2015年12月所提出來的 另外一個one-stage object detection 它這邊主要的特點 主要就是結合了FaceRCE RCE所提出來的anchor bus 然後結合了多尺度的feature map 來去做一個object detection 然後這張圖 這頁主要就是來講一個 它的偵測的一個示意圖 然後它跟YOLO比起來 就是能速度更快 而且偵測效果也能更精確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跟YOLO 他們SSD跟YOLO兩者的差異為和 首先我們從BadBone觀點來看 YOLO這邊主要有它自己客製化的一個網路架構 然後這邊SSD主要採用了一個VGG16 然後來擋作它的BadBone這樣 然後在Feature Layer這邊 YOLO這邊就直接將最後的Feature Map 經過一個Fully Connection 然後最後再經過一個Fully Connection 得到一個7x7的Grid 然後利用這些每個Grid的BadBus 來做一個object detection 然後SSD這邊 它這邊就是結合了多個不同大小的Feature Map 來做object detection 然後它基本上兩者的最大差異就是插在這邊 然後要怎麼從VGG16轉換到SSD呢 首先我們來從下面這張圖 VGG16的示意圖來講解 下面這個首先它是直接拿 特徵是直接拿最後的一個Pooling層 第五層的Pooling層 然後這邊Pooling層 它有做一個把運算把它換掉 然後它這邊運算 把原本的Pooling換成3x3的Convolution 然後後面再接上一個 Atrax的Convolution 然後做完之後 它後面的Feature Map 原本是Dance Layer VGG16是使用Dance Layer 然後全部把它換成Fully Convolution Layer 然後這邊就會得到很多不同Size的Feature Map 然後它這邊接下來來講解一下它這邊怎麼做Inference 首先它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有輸入圖影像 然後經過VGG16的特徵抽取 然後接下來經過AnchorBus 做一個BoundingBus的Predition 然後它每個AnchorBus 原本的AnchorBus 它是去Predit前景跟背景的類別 然後它這邊還有做一個BoundingBus的Regression 然後在前景背景的Predition 它這邊就沒有 在SSD這邊就沒有採用前景跟背景的Predition 它是直接將所有類別類 然後跟背景類合在一起做Predition 所以它這邊AnchorBus的類別 比如說以VOC有20類的話 VOC dataset有20類 然後再加上背景類就總共有21類這樣 然後這是Single Scale的Future Map的Predition 然後因為它剛提到它是有不同Scale大小的Future Map 來做Predition 所以它這邊最後整個的架構就是 把不同Scale的Future Map所得到的Dictation Result 把這個Dictation的結果最後去做輸出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它不同Future Map的偵測的一個示意圖 然後這是從另外一種圖來嘗試解釋說Inference的方式 一張圖可能會更清楚說它整個Inference的整個運作流程 首先第一個Future Map下來 它就會先做一個L2的Normalization 然後經過Detector 然後也會做Classification 然後它後面因為有不同Size的Future Map都會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它偵測結果就有很多種 很多個 然後這個就是 同一張圖在不同Scale下所偵測到的結果 從這邊可以看到因為車子 車子本身在影像中佔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然後在比較後面的層 它所能偵測到的物體也會比較大 因為它比較深層 所以它能偵測的物體也會比較大 所以像前面的Future Map中 它這個車子是沒辦法去偵測到的 然後它只有在後面三個Future Map 才會比較好的去偵測到這個車子 然後最後就把這個偵測結果 經過一個NMS的處理 然後最後的偵測結果就如這張圖所示 然後它的Anker Bus總共有多少類的 在不同層的Anker Bus 它的數量分別是3 然後後面都是6 剩下都是6 所以整個Anker Bus把它算下來 總共有7308個 然後它的Training 這個Training要怎麼 所以我們來看它的Training Objective是什麼 它的Loss Function是長這樣 然後首先第一個它有Confidence的Loss 它的主要是用Softmax的Loss 然後就把我們想要偵測的類別數 比如說VOC Pascal這個Dataset總共有20類 然後背景類一類 所以它這個分類器總共要分類的類別 總共是21類 然後接下來是做Location的Predition 然後它這邊 它這邊 Li是它Predit的結果 然後這個Gi是它的光觸使 然後它希望 就是希望那個Predit的結果能跟光觸使 越接近越好 然後這個XIJ是什麼 因為做Bunding Bus Prediction 它只需要有Match到Anker Bus 有比對到光觸使的才去做 計算這個Loss就好了 所以然後它這邊怎樣才算 有比對到光觸使的Anker 它這邊定義為IOU只要有大於0.5的話 它就把它列入Bunding Bus的一個計算 以這邊來說 XIJ就是來決定說 哪些Anker是需要列入計算的 然後以這邊X21 X21它的值會等於1 然後X32等於1 X42這邊等於1 然後它這個Smooth L1的這個Loss 這個在前面的影片中已經有講解過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不再詳細解釋了 我們這邊就把4E圖放在這邊給各位看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再回去前面的影片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N是比對到Anker的數量 然後這個Alpha它也是一個權重值 然後在這邊它設為1 然後關於這個Anker Bus 它要怎麼來做決定呢 因為它 它有多個不同大小的Feature Map 然後它主要目的也是希望用來偵測 不同大小的物體大小 這些Anker 主要是要來偵測不同物體的大小 然後 前面這些Feature Map比較大的 主要就是用來偵測比較小的物體 然後 後面的Feature Map主要要來偵測比較大的物體 然後但是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這邊的Anker 這個Size要怎麼去做計算 然後它這邊就有提供一個公式 它這邊 每個Anker的寬跟高的比例為這樣 然後 Sk它的計算方式是這樣 像這樣 然後 然後 Smin 就是說 它 Scale 當它是 最小的時候 就以這邊 它的 Smin 它就是0.2 然後 Smass 它就是等於0.95 這邊是0.95 然後中間的值 Sk 就是利用這個公式去計算出來 然後它的公式就長這樣 然後我們來舉 舉這個 第4個 Beature Map第4個 1234 這個第4個 第4個 它的 它的 Anker的大小要怎麼去計算呢 以S4來說 首先我們先算出S4 S4直接套進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得到0.65 然後這個AR AR 我們假說 要算它的寬高比是 1 2分之1的時候 然後這個 W4A 它的值算出來就會等於0.46 然後H4A 它就會等於0.92 所以 最後算出來 他們的寬高比就是等於1.2 然後當它寬高比是等於1.1的時候 它還會再額外多一個Scale 然後它這個Scale 就計算方式是什麼 它就是SK乘上SK加1的開根號 然後我們這邊來 推導一下 S4剛剛有算出來 就是0.65 然後這邊因為 這邊要額外再算一個S5 然後S5算出來是0.8 然後兩個相成之後開根號 就會得到0.7了 然後這個就是S4 這是針對 當它寬高比為1.1的時候 它會額外多加一個 多加一個 Scale比較大的一個Anchor Bus 所以最後呢 每個Grid 每個Grid的這個Sale Sale 它總共會有6個 這個Anchor Bus 這邊順便提一下 這邊 它這個Default Bus 就是指Anchor Bus 然後它的中心位置 這邊也很直覺 就直接取Grid的中心點 直接去做計算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得到的值 就是0.65跟0.375 然後以這邊的Future Map 比較小的Anchor Bus 它的計算方式是 跟右邊的方法是類似的 然後就把推導過程 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然後它這邊 在圈林的過程中 還使用一個技巧 叫Negative Mining 它主要就是說 因為一般在 訓練正負樣本的時候 其實 一般 它的正負樣本比例 會 不太 會有一些差距 然後 然後如果差距 兩者正負樣本差距差太多的話 這個就會對於訓練效果 很不利 所以它這邊就利用一個方式 來讓兩者的正負樣本的不均衡 讓它緩解一點 然後這邊看到的是Anchor Bus的一個範例 然後它這邊用的方式是什麼呢 它主要概念就是說 以綠色這邊的Anchor Bus 可能就是 跟那個光猝石比較接近的這個 的Anchor 然後 然後它 它在取副樣本的時候 它就沒有把所有的Anchor 全部都拿下去做訓練 然後它這邊只針對什麼呢 只針對 只針對跟正樣本 有點接近 但是它又不是正樣本的Anchor 來去做計算 然後它這個計算方式就是說 Positive Sample 我們只拿跟光猝石比IOU大於0.5的時候 來做計算 然後副樣本呢 當它跟 光猝石小於0.3的時候 來去做計算 然後拿來做訓練 然後它這邊 也 就剛剛提到 它不會把所有的副樣本 都拿下去做計算 它會拿一些 對那種比較困難的 副樣本來去做訓練 何謂是比較困難的副樣本 就是說 它明明像這個是 明明這個是背景 然後它Predact出來的分數 可能會很高 可是這個 不是我們預期 這個我們是希望它 背景分數應該要 正列別的分數應該把它壓低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方法它期望達到的效果 然後它這邊 正副樣本的比例是1比3這樣 然後最後整個Batch總共就會有128個Anchor 然後接下來要講 就是講那個 Atras的Convolution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所用的方式 它原本它是直接把Pooling 直接換成3x3的Convolution 然後後面再接一個Atras的Convolution 這邊也可以稱為Directed Convolution 然後這樣接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來看 我們首先先看原本的計算方式 原本的計算方式是Pooling層 然後它再做一個 一個3x3的Convolution 然後 然後它修改的方式 就變成 把Pooling層變成3x3的Convolution 然後接下來才是用 Atras的Convolution 然後 其實它的目的都是什麼呢 它是希望 主要是 用來加快速度 運算的速度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它希望來 增加它的Receptive Field 比如說以這邊來說 它這邊的3x3的Receptive Field 這邊是6個 然後這邊 Receptive Field 加入這邊是用5x5的Convolution 它這邊是有7個 可是用5x5的Convolution 這邊運算量會比較大 可是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說 我們 可以用跟3x3一樣的運算量 但是又達到一樣大的Receptive Field 然後這邊 這個Atras Convolution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 一個operator 然後 以這個 3x3的Convolution 然後它Duration的Rate 是等於2的話 它就會長這樣 然後 它的計算量 會比跟5x5的少很多 但是它又能達到跟5x5 Convolution的那個 Receptive Field 一樣的效果 然後它這邊還有什麼好處呢 它主要就是說 還可以用來取得不同Scale 的Context 然後 如果我們這邊把Duration Rate 去設不同的詞的話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種效果 然後這個通常 對於那個物件偵測 或者是做那個Sematic Segmentation 去語域分割 這個都是會很有幫助 然後首先 以這個圖來看 原本的Sematic Segmentation 它Input的一張影像進來 然後接下來去做Down Sampling的動作 然後經過7x7的運算 然後接下來 要做Up Sampling 將影像還餘回來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 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它得到的這個 最後得到的這個結果 就會很稀疏 這個效果就 感覺 不是那麼理想 這樣 那如果我們採用 ATRX的Convolution 就是 直接用7x7的一個Kernel 然後這邊 我們Rate把它設為2 然後這邊直接去做運算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 它這邊 去做運算的結果 就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理想 不會說像上面這張圖 看起來很稀疏 然後這 這篇錄文主要就是2016年 這個提出來的一個方法 然後它的思議讀就是像這樣 ASPP HR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然後這個細節 各位有興趣 可以再去這篇錄文去看一下 這樣 然後 在Semitic Segmentation那邊有用到 那在Object Detention 這邊 這邊也介紹了另外一篇錄文 是RFB Receptive Field Block 這篇錄文 然後它這個方法也是 跟前面那個有點類似 比如說最後的這個Future Map Future Map 首先有先經過1x1的Convolution 然後再經過3x3的HR4的Convolution 然後接下來是3x3的Convolution 然後再 同樣也是接上3x3的Convolution 然後但是 它這邊Rate設為3 然後接下來是5x5的Convolution 然後這邊HR4的Convolution 就是它的Rate 設為5 然後這3個Future Map得到了之後 它就把這3個Future Map去做一個Convolution 然後再接一個1x1的Convolution 然後它這邊就能最後得到一個 有不同 不同Scale的一個特徵 這樣的話對於戰車效果就比較好 然後這個有興趣的話 這個細節 各位可以再去這篇輪去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SSD 還有使用了各種不同的Data Augmentation的技巧 然後這邊大概簡單為各位介紹一下 第一種方式就是直接將整張的輸入 原始影像把它當成輸入影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去針對原輸入影像 然後跟那個光觸時的去做IOU 它有各種不同的IOU的比例 比如說0.1 0.3到0.9 然後它去Sample不同大小的影像 然後它這邊就可以 然後接下來Sample出來 它就做一個resize的動作 然後或者做一個水平翻轉的動作 然後這邊就可以讓那個training data 能更多樣性 然後或者是直接就隨機取樣 然後它這邊還有用一個Random Expansion的一個方式 可以產生更多小物體的訓練樣本 然後它的效果看起來就是像這樣 然後這個想法也蠻直覺的 我們就把原始影像直接做不同的比例的一個縮小 然後產生各種不同比較小的影像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Abranching Study 來看一下 然後最右邊的話就是原本SSD的效果 然後它這邊在VOC2007 MAP 它可以達到72.1 然後它接下來就實驗說 首先先把ATROS這個Convolution把它拿掉 拿掉的話可以發現它的這個MAP會少了0.7% 而且速度也會比較慢 速度也比較慢 然後接下來是有沒有使用Anchor Bus 它比例為1分之1或1比1的Anchor Bus 然後從這邊看到它的這個MAP會少了0.9% 然後如果在進一步把Anchor Bus 或者是1分之1跟2的Anchor Bus把它拿掉 它會少了更多的MAP 然後它這邊就是說它的Convolution的Feature Map 有沒有直接使用那個Convolution這個特徵呢 然後它這邊把它拿掉之後呢 它就會少了將近4個百分比的MAP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到 它那個對於偵測小物體的效果就會變差 然後如果把那個Data Augmentation把它拿掉 可以發現它整個就少了很多 少了大概6.7% 所以表示這個其實Data Augmentation是相當的重要的 然後我們再跟不同的算法來做一個統整的比較 然後首先我們來看YOLO 它的前一篇論文YOLO 然後它在這個MAP它是63.4 然後FPS是45 然後SSD呢 從這邊可以看到它跟YOLO比起來真的是又快又準 然後然後 而且它YOLO這邊它使用的Input Size是448 然後SSD它這邊只要用300x300 就能做到比YOLO有更高的偵測率 然後速度而且還會更快 那如果把它的輸入影像 輸入影像把它改成500x500 它MAP還可以再更高 不過它的FPS就會稍微降低一點 然後這邊會降低一方面也是因為它InkBus 非常巨量的增加 可能會增加一些印算量 這邊都會受影響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YOLO Week 謝謝 包裝著 比較有指差 包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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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著